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是習慣夏天用一組保養品 冬天用一組保養品的人 你就不用再特別添購一組冬天的保養品 好再來就是吃了誠實豆沙包的小缺點環節 這兩瓶的小缺點我個人是覺得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Sod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來自西班牙的博匪絲 也就是Braphesy Morocco這個品牌 那你們一定會很好奇說 我對這個品牌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我今天的話除了會做他們家的明星商品的成分解密 還會直接示範給你們看我是怎麼去做這一套保養 以及優缺點的全部分析 他們家最主打的就是這兩瓶 一瓶是摩洛哥堅果復活精脆油 另外一瓶是仙人長子超能量精脆油 那這兩瓶油呢 它是市面上非常非常罕見的 100% 100%的純油 什麼意思咧 也就是說它的全成分表 ingredients的部分 它就只有一個成分 就是摩洛哥堅果油 還有仙人長子油 附上全成分表給你們當證據 它的全成分真的都只有一種 這個是 摩洛哥堅果精脆油的外合全成分表 這個是 仙人長子超能量精脆油的外合全成分表 所以它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單純的 它跟市面上一般的美容油完全不一樣 因為市面上的美容油一般都是會以水做基底 並且還會再加一些像是矽磷 那有的會再加酒精去讓它的膚感變得更加的清爽 會有一種感覺很快就吸收了 但是它這個是純油 所以它沒有加矽磷 也沒有加水 也沒有加酒精 它的全成分就只有一個 那如果你們對矽磷這個成分有疑問的話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矽磷這個東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就在那一集會有解答 好那再來就是美容油的小妙用 那到底要怎麼用 可以把美容油用到極致呢 首先就是這種美容油它非常的百搭 可以去搭譬如像化妝水 精華液乳液乳霜 只要是你覺得不夠滋潤的產品 你滴一滴到兩滴 甚至更多滴 然後先把你覺得不夠滋潤的產品 倒在手心 再滴幾滴油在手心 將兩者直接調和混合一起使用 那你就會發現那一瓶 你本來覺得不夠保濕不夠滋潤的產品 瞬間就會變得滋潤很多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習慣夏天用一組保養品 冬天用一組保養品的人 你就不用再特別添購一組冬天的保養品 因為夏天的那一個保養品 你只要滴上這個美容油 那一套保養品就變成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了 這就是一個 有美容油的省錢小妙招 就直接分享給你們 那博菲斯他們產品的最大特色 就是它是100%的有機公平交易 也就是說它不僅有通過有機認證 它的成分是可以追溯來源的 它不是來路不明的成分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會有混劣質油的疑慮 因為市面上有的油 可能是因為原料的一些問題 它可能會混到一些比較不好的油 那他們的話也沒有重金屬、塑化劑 而且 而且博菲斯這個品牌是拒絕動物實驗的 那再來他們家的這兩瓶油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亮點 是因為它的原料是用到全球前5%喔 只有5%最頂級、最精純的那個原料 是因為博菲斯他們有特別的人脈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去得到那個全球前5%最頂級的油 然後博菲斯他們是推崇剪法保養 那這點的話其實跟我自己的需求還蠻接近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典型的懶人 所以我不喜歡擦太多瓶 那使用方法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全素顏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那這邊先簡數一下 首先就是先用這瓶前導精華露 你可以用在化妝棉上或者是像我啦 我自己是喜歡直接倒在手心 那你用完精華露之後 你就直接這兩瓶油二擇一一去做使用 那這瓶前導精華露 它就等於是你擦了前導 再加精華液再加化妝水 三瓶合成一瓶的效果 那再來就是我自己還有發明一個更懶人的方法 就是我直接用這個精華露 加這個油直接混合使用 那到底是怎麼用的 我們就直接進入全素顏的示範畫面 那有素顏的關係 所以請不要嚇倒 好那我現在就是洗完臉 臉上完全沒有妝 我自己私心喜歡的用法是 這兩個滴在手心上混合 使用方法就是這樣子 直接倒在手心 到差不多 一塊錢到五塊錢的新台幣大小 然後我們再加一滴油 我自己是習慣加一滴就好了 我們就把它混合均勻 因為像我的皮膚是比較油 然後又比較容易長東西 所以我個人是用一滴就足夠 那我最多最多就是用到兩滴 然後我習慣的手法是 直接就在手上這樣勻開 然後就直接上臉 我個人日常的保養就是這樣一步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是乾肌啊 我會建議你說 你可以先用這一瓶精華露 先全臉做個打底之後 再單純擦上這個油去做鎖水 我是會直接滴在指尖的地方 滴一滴 一次滴一滴到兩滴 然後把它溫熱 然後我會這樣子 輕輕的壓上臉 輕輕的壓 輕輕的拍 就輕輕的壓上臉 那我通常一滴是不可能用到全臉的 全臉我大概需要用到至少3滴 你可以看到說 有經過這個油保養之後 你的皮膚真的是會有一種 通透的光澤感 其實我還沒有壓上全臉 但是你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我真的只推薦你第一個用法 就是兩個混合一起用 那我個人用下來的心得 那這個心得是還包括我們家長輩 用下來的心得 首先是它這個用量真的很省 因為它是唇油的關係 所以它的潤度 它的滋潤度是非常夠的 所以真的只需要大概一滴 兩滴 或者是你再比較乾 你可能用四滴、五滴 但是它的用量就是很省就對了 那我跟我們家長輩用下來的心得 就是覺得這個系列滋潤又不油膩 但是它又不會讓我們的臉 倒油 也就是說有的乳霜擦完之後 隔天起來臉會出更多的油 但是這兩瓶油不會有這個現象 那使用完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臉 就是包含這個精華露一起做使用 你整個臉的細緻度啊 還有彈潤度、澎潤的程度 就是都會有提升 我覺得最多的就是 潤還有彈性 這個會有最明顯的改變 然後還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臉 是整個會再變得更年輕的 這個是感覺得到的 好再來就是吃了 陳實豆沙包的小缺點環節 這兩瓶的小缺點我個人是覺得啦 我比較不會推薦給就是你的皮膚 非常油 然後痘痘非常的多 這種肌膚我會建議你先去把痘痘治療好 再來考慮油的部分 但是但是 這一瓶超能潛到精華露 精燦緊實 這一款 我覺得油性肌膚是可以使用的 像我自己用下來 它是完全不悶不黏 但是它又有保濕度 這瓶精華露的質地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要看它很濃稠喔 它其實吸收的超快 它其實吸收的非常的快喔 而且它的表面不會有一層油油黏黏的感覺 完全不會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瓶是一年四季都適合使用的產品 然後不管你是比較乾燥的肌膚 敏感性肌膚 或者是比較偏油的這一瓶都OK 好再來就進入我們成分解密環節 那首先跟你們解密的是 仙人長子超能量精脆油的成分解密 那仙人長子油它最大的特色 還有就是它跟摩洛哥油的區別 為什麼它會比較貴 是因為它富含比摩洛哥油 大約多了1.5倍的維他命E 所以它會有更強的抗氧化力 也就是抗老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仙人長子油比較貴的原因 那它還富含了必需脂肪酸 像是油酸還有亞麻油酸 以及植物固醇還有多酸 那根據文獻呢 這些成分可以幫我們的肌膚抗氧化 也就是抗老 還有保濕滋養 舒緩肌膚 強化肌膚屏障 修護 抗老緊緻 還有抗暗沉的效果 那這七大核心功效呢 是在仙人長子精脆油 還有摩洛哥堅果精脆油 都共同有的核心功效 可以全方位的去提升改善肌膚 那要記得現在我的頻道呢 詳細成分解密的部分都會放在IG 所以如果你對詳細成分有興趣的 記得趕快追蹤我的IG喔 好再來我們看摩洛哥堅果復活精脆油的成分解析 那摩洛哥堅果油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富含了比橄欖油還要多大約兩倍喔 兩倍的維他命E 那它還富含了必需脂肪酸 像是油酸還有亞麻油酸 以及罕見的植物固醇 那總共是有這兩種 還有富含多酚還有阿胃酸 那綜合起來的功效我們剛剛說過了 就是如這張圖 只是這邊的阿胃酸還有剛剛的必需脂肪酸 這些都不是它添加進去的 這個是這個摩洛哥堅本身它天然萃取出來 它本身就自帶的成分 所以你們不要誤解喔 不是之後再添加上去 它都是天然的 再來我們就看超能前導精華露精燦緊實 好那這個是精華露的外盒原紋的全成分表 首先這瓶精華露它是無酒精有香料有色素 那這一頁是它主要的核心的功效成分 這一些 那我個人覺得這瓶精華露的亮點成分 有煙鮮胺 也就是維他命B3 還有維他命B5 大馬士格玫瑰胎座 蜂蜜 還有黃金生態X 這幾個都是我個人很喜歡的成分 根據文獻 這一瓶的成分它可以幫肌膚帶來抗氧化 也就是抗老 還有保濕滋養 還可以舒緩肌膚 強化肌膚的屏障 還能夠溫和的代謝老肺角質 修護肌膚 還能夠抗老緊緻 還有抗暗沉的效果 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有添加生態 那生態就是可以幫肌膚緊緻抗老 讓肌膚自己生成膠原蛋白 皮膚就會變得更年輕 更膨潤 所以總結一下柏惠絲的這一套產品啊 我跟我們家長輩的心得都是 它真的是有感的頂級保養品 然後重點是它的價格又不會 非常的高 我個人覺得算是頂級保養裡面 用起來蠻有感的一套 就是真心推薦 成分上也都還蠻不錯的 敏感肌也不需要太擔心 那超級大油肌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有的部分 那精華露是完全ok 可以安心做使用的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今天其實有個surprise 就是有抽獎 那抽獎規則如下 那這次的抽獎有兩種 第一種是 你要按讚加留言 並且分享我的頻道連結 注意是頻道連結不是影片連結喔 分享到你的公開社群平台 私訊跟小帳號都不行 什麼叫公開社群平台 就是例如你的FB或者是你的IG 然後記得要設定公開 中獎者是必須要回傳截圖的唷 那會抽三位 摩洛哥堅果油 五夢 是到今年的6月21號星期二的晚上六點截止 會由我這邊抽出三位幸運兒 那第二個抽獎呢 是你只要加入 柏斐斯的LINE蠔油 並且傳送通關密語 我想體驗仙人掌子油 品牌會再加抽一位仙人掌子油五夢喔 那這個獎項會由柏斐斯去抽出幸運兒 那截止日期 請依柏斐斯的公告為準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喔 那也歡迎幫我多分享影片 給你的親朋好友喔 他們才能夠用更科學的方法 讓自己變得更美麗 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錢 那也不要忘記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喔 那有問題都歡迎你留言問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